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首日戳 首日风上面呢 就有首日戳 凤飞飞的这个图像的这个戳印都会有 然后凤飞飞邮票的这个纪念专册 邮票专册 这个是最值得收藏的 请大家就是就是明天要注意了 好 那我们重要的讯息呢 也要跟大家再公告一次 今天呢 我们就是夜光家族聊天室呢 飞碟夜光家族聊天室呢 就目前关闭中 那这个是完全没有设置临时替代的社群 大家听好 我们是完全没有设置临时替代社群 所以 所以呢 请大家专注听夜光家族节目 我们会尽快呢 开一个新的官方的社群 所以你要听好 我们完全没有设置临时替代的社群 目前夜光家族聊天室呢 关闭当中 我们会尽快呢 重新开一个新的社群 但是呢 我们一定会先在节目中 以及在飞碟夜光家族粉丝团做公告 届时呢 欢迎喜爱夜光家族的旧与新知好朋友 在一起加入互动 你知道我们就是夜光家族聊天室呢 希望可以跟大家建立呢 真实又长期的关系互动 所以呢 之后我们的新的社群也是这样子 会跟大家建立呢 新的的这个社群关系呢 也是一样真实又又长久的这个互动 那到时候欢迎呢 就与新知 大家一起来参加 好不好 然后大家也 你们该不会就是觉得我们有临时替代的社群 不会 我们不会有 我们一定会先公告给大家 然后才正式的 就是邀请大家加入 好吧 反正你就专心听节目 然后看飞碟夜光家族粉丝团就对了 好了 今天我们的这个访问 特别来宾来了 哇 终于期待他的最新专辑啊 很难得耶 真的 因为他其实拍戏啦 然后工作啊 很忙啊 又这个结婚啊 然后就这么忙 但是他没有荒废他的工作 他依然呢 非常的努力在他的工作上面 我们现在直播已经开始了 对不对 各位 我看到我自己了 你看到了 天哪 有漂亮吗 有漂亮吗 我觉得我后面的墙那个我比较美一点点 你干嘛这样说 你本人比较美 我看过你本人的 真的吗 对啊 其实我讲真的 你本人比照片 有时候我觉得更精致 真的 更精致 对啊 其实你本人呢 头又小 然后呢 五官精致 然后 但是呢 有时候 拍摄的时候不会看到就是你有多瘦 你有多那个 然后就是 但本人一看 哇 天哪 这马斗 马斗小姐 跟你们讲啊 我很漂亮啊 我本人 我现在对镜头讲话 我证明的 我证明的 你要说光雨验证过的 光雨过验证过的 对 真的 现场看过 水就是水 对 可惜已婚啦 不好意思 哈哈哈哈哈哈 直接把自己后路砍一半掉 没有啊 你全部都砍啦 对哦 对哦 对没有 断了后路 我在想什么 对断了断了 断念了 你们断念了 不好意思 但我还是继续维持我的漂亮 我还是有很努力在维持 这句话漂亮 真的漂亮 欢迎曾沛慈 耶 光你们好 夜光家族各位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曾沛慈 对啊 看来真的是幸福美满耶 嗯 对啊 因为其实也才新入婚半年 如果不幸福 我觉得大家真的要好好的帮我一些 就做一些仪式 让我幸福一点 对 但是还好嘛 就是我们之前访问因为戏剧嘛 还有搭配别人来访嘛 所以我们也没有空稍微就深入的问个一两题嘛 啊 怎么样现在体会婚姻生活如何 啊 玄妙啊 玄妙 哎呀 这句真的讲得太好了 是不是很安全 很安全 然后又充满了旋理啊 诶 可是又妙哦 就是妙又是一个好的意思 呃 我觉得我自己都还有一点身在云雾中的感觉 就是我不是要跟大家是打雅迷 但是就是 我知道 其实你还是觉得好像漂浮在空中对不对 就有一些感觉我好像还在体会 因为其实从交往然后到结婚 我其实觉得婚姻生活还是真的有一个很难具体形容的有趣的感觉 我知道 就是你会突然真的 其实我在交往的时候我是一个 比如说一个礼拜我会想要有个一天 我就自己跟自己独处就好 我是这样的人 然后婚姻生活 我那时候要结婚前我还想说 死定了 老公会不会受伤啊 但是他交往的时候也知道我是这样的个性 然后总之就是 所以也允许了你 反而我要说的就是结婚之后很自然而然的 我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你没有这个念头了 就没有那么需要欸 然后就是会自己找一些空档 然后跟自己相处 就不会特别跟他说 诶 你要空一天给我这样 所以我说的玄妙是一种 可能其实觉得 我懂我懂 你这个讲的是实话实说 对 就是奇怪了 我以前就是我结婚怎么办 我一定要要求他给我一天的时间 我要自己跟自己独处 结果没想到我结婚的时候 我没有这个念头 太玄妙了吧 而且就是这个生活 两个人的生活比我想象中意外的就是 舒服 自在 哦 跟这张专辑一样 哈哈哈 那我跟你讲是因为你选对人了 应该是 如果没有选对都会KK的 对啊 就是所以 KK的也不一定是 因为为什么 也要磨合 但是你可能更幸运 就是欸 我居然不用经过冲撞跟磨合 其实有 但是是在交往的时候 然后那时候是因为疫情 所以就是太多时间磨合了 哦真的真的 磨合大赛 对真的 现在就很好 对啊 嗯 来呃我觉得 这个 曾贝慈呢 最让大家喜欢的呢 除了她的外表 像仙女下凡 欸你还比业咧 哈哈哈 更重要的是她的个性 我觉得就是她 真实自然 不照做 那她这张专辑也是这种感觉 来来来来来 最新专辑来了 是 怎么样 这首我很喜欢 第一首歌 对对第一首 下凡 真的耶 仙女下凡 而且这首有一些很奇怪的声音 对 出门 出门 还有很多口白 关门 我喜欢这个节奏 作为开场曲 威里安真的是 很有她的 材质 对 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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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玄妙了 哈哈哈 这是我会做的事情 没错 再由郁 又有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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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着急了 这是我的专场 对 划交 你曾经的淨店 自己办自己哦 对哦真的吧 对 缩手 喝酒 我下方走一早 不忘着称号 女生看电影请派对卖票 我下方绕一绕 拜托好不好 叫做声唐力不高 有趣的专辑 怎么那么好听啊 有趣的主唱人 有趣的歌手 你一定有个有趣的灵魂 这是曾佩茨的下凡最新作品 真的好有趣的歌哦 而且它的设计非常巧妙 曲是新颖 然后呢词又有趣 然后呢机关很多 对 我就跟韦里安说 这首应该是我的歌耶 就如果别人要唱它 可能也不一定有那么贴切 对因为好像整个都在形容你 那词曲就是我们远方不动的 对 它其实是已经写好的歌 结果我听到这个demo 我就跟公司说 我要这首歌 因为它的音其实 它的音的走法其实不是一般大家最耳熟内向 旋律不是一般的 其实不是 是有点怪 但是我就觉得 可是这个词曲就是太我的痛了 对 唱起来 各位注意 长得很漂亮 我认证过的 曾贝茨最新专辑 Open the song 开场曲 夏凡 你看连这个音乐的那个音效 李安都在玩这些东西 真的好好听 我觉得 怎么会就是一开始就抓耳了呢 而且我第一次这样戴着就是好的耳机 然后这样子沉浸在音乐里 对 觉得下方 下方也太适合 现在这个时刻听了吧 就是啊 超舒压 是啊 然后又有节奏 那接着呢 第二首是 持修的作品 我只在意你的一切 只在意你的一切 这首歌 我唱得很帅 我自己觉得 坚定 帅不帅呢 我们要听了 听帅 再说 持修的作品 曾佩慈的演唱 只在意你的一切 哎呦 录歌的声音很帅哦 有态度 我现在好像是一个什么评审耶 对 在听我 听一张声音 你在听自己 我觉得很好听 这不是以前你用过的口气 对 这张专辑蛮多歌 我都做了一个 不刻意 但是蛮新的突破 嗯 没错 而且我喜欢背后音乐的空间感 对 我很喜欢这个编曲 我早就是你的了 我早就是你的了 你还在说什么 你还在说什么 嗯 就算走得曲折 就算走得曲折 我便在说什么 你还在说什么 我推开 我却在意你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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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歌就是我就在練的一圈當一個 就是很重要的鉤子 對對對對對 大概唱了800次吧 你才找到那種感覺嗎 呃 感覺副歌其實比主歌好唱 主歌要營造出的那個口氣 對對對那個口氣不一樣 副歌比較難的是後面的海豚鷹 是 我好喜歡這邊 對 我早就是你的了 看你在說什麼 怎麼會呢 你別想把我給推開 我只在意你的一切 我只在意你的一切 你是否有的我呀 我只在意你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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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否有的我呀 我只在意你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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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 光宇哥你明明猜不到最后还有几次 千百次 你再听一下 没了 这是一种 卑微又霸气 好奇怪哦 对 我形容精不精准 很精准 就是很极端的情绪 但都有 卑微又霸气 对对对 我又坚定 可是我又彷徨 它是一种渴求却又是一种宣告 对 对对对对 你掌握这个其实是要有要有一种入戏很深 你觉得你这几年拍的戏剧对你的全市歌曲的帮助大不大 我觉得其实是大的 因为有的时候在录音室会 其实我很常遇到的困难反而是太太成熟了 就是所以有些情绪我自己当下的我就会觉得说哎这个我经历过啦那我就得刻意的去回到跳到一个新的体悟的状态对对对就是要刻意挖那但是其实有时候因为你不能用惯性去唱对就那个就很不 很不诚恳我觉得那个会不够不够诚实你刚刚前面这两首opening song跟第二首曲子我觉得就已经征服了耳朵跟心灵说哎这是新的增配词哎真的吗对啊如果你如果你也这样觉得我真的会很开心我是这样觉得啊因为因为你你的就像你刚刚讲的就你不是用惯性去唱对对 我我在这张专辑里面其实有更多想表达的东西以前很习惯就是觉得呃公司唱歌就这样子嘛对然后你给我什么歌我就唱嘛对然后很习惯去在意别人的意见跟感受但是现在这张专辑公司给我很大的空间所以包括词曲编曲前置后置我都有休息一下吧上回来 现在线上继续对不对现在线上继续对对对你也可以听得到对你要跟大家你有那个分享这段直播吗在你的粉丝团上面还没还没吗那请他们对还是工作人员帮你帮你分享了吗还是现在听得到我们的声音现在都可以听得到现在都可以听得到你可以请他们进来一下就是可以吗对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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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我先送你专辑可以吗可以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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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过去 Kerry盖星游会带多先行星期间今晚会送全国加油站提油券五千元过上代车线分期免购 哦他亲自走过哎哎呀太漂亮漂亮耶真的是哦太漂亮了太漂亮了太棒了好我来来看你待会分享直播哦分享直播已经分享了已经分享了已经分享了OK OKOKOK没问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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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准备了好了又来大家可以近距离看到那个曾佩慈哎台呼哎曾佩慈的台呼开始在唱了天呐来 今天阳光就是特别阳天特别合适 每天的年华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UFO 曾佩慈你怎么突然像木头人你都不动在专心听的这个台呼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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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我很想听我唱的好不好很好啊就是哎满满真的跟以前满不一样对啊 其实我可能会想的都是我要把它唱好我要把那个音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对 而且跟着那个今天阳光就特别要演特别和谐的感觉 好想真的会很感觉然后去唱的人我觉得不错不错 没有你现在唱歌的时候是你是关注你自己内心的感受 音量唱的内语还有那个那个情绪什么你是关注你自己 以前是想唱好我应该怎么唱我应该怎么样 就是他比较 我要让别人觉得 我唱的蛮好的 对对对对 现在比较真的是 我想给什么 我会 就像宫宇哥说 关注自己 然后我想要在这个作品里面 呈现出什么样的感觉 我可以有更多我的灵魂在里面 那会不会是 你现在唱歌 你更自信了 我不确定 干嘛必猜呢 应该有啦 其实有 其实当你会关注你自己 就你想给什么 那就表示你是自信的 就是我 我就是要这样告诉大家 对不对 不会想说 那依照标准我这样唱的好吗 我这样对吗 你就不思考这个问题了 好像是 是不是 这张三集的整个创作的过程 我有一个很棒的收获就是 原来我其实比我想象中的更 更有 原来有那么多东西在我里面 我自己都不知道 是不是 对对对对 就接这首是不是 这都要喝嘛 好刚好啊 对对对对对对 来介绍一下这首歌 这首歌 大家听第一句 诶 是不是 我第一次挑战台语歌 然后这首歌的歌词 其实非常的甜蜜 我本来想要把它当成一个惊喜的礼物 在婚礼上放 结果 就来不及完成 对 没关系 本来想吓吓我老公 这首歌 原来是有如此甜蜜的开端 而且这首又不是一般大家对台语歌的印象 对 没错 我是你注定的那个 你要看仔细哦 不要想太多 就是我 就是我 你看这么爱你的人你到底哪里去找啊 我突然想起来 其实我那时候好像是 我刚刚应该讲错 我那时候好像是想 借着放这首歌 给他听 叫他 让他有 求婚 对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怎么好意思啊 但我真的这样想过 暗示他 但来不及 他就已经先求婚了 哈哈哈哈 哎呀 参加故 就没想到 不用花这个力气 他就被我征服了 哈哈哈哈 对 是不是 对 但这首也是透露着一种有趣的感觉 对啊 就觉得好像也是我的菜 对啊 幸福的机会 你准备好了吗 啊 老公 我已经是你的 你不要害羞 你赶快给我求婚了 哈哈哈哈 结果准备唱这个首 早就已经求婚了 沐以沉舟 对啊 沐以沉舟 沐以沉舟 这还有别的用意哦 你要小心讲哦 那个用意还没 那个用意还没 还没是不是 还没 OK 好吧 借着这个机会 反告白好了 你要不要说一说 你这半年 你对你老公的感觉 现在当着直播 不要哭 又哭 在曾贝茨的脸书 也在分享直播 在飞碟叶光家族粉丝团上面 这段直播 我们来看看 这么爱他老公 要哪里找的曾贝茨 这时候你反告白 你说一说这半年 你认为你的老公 是个什么样的老公 我觉得认识他 认识你 跟你结婚真的是让我认识很多 连我自己都很喜欢的自己 然后我会觉得原来 两个人一起生活真的是 是可以更完整的 然后我也很谢谢他 总是 不论我是什么状态 他永远都是拥抱我所有的状态 所以就算你生气发飙的时候 他也拥抱你 对或者是发功的时候 没有啦 扯到终极系列梗 就是他真的是因为 他愿意为了关系 为了爱 然后很非常的 愿意付出 这真的让我觉得 我就像刚刚歌词里面讲 找不到别人了 谢谢 很谢谢他这样子 那他因为够爱你 所以他全力以赴 而且有肩膀 承担了你所有的一切 是不是这样说 他是这样子的 对 然后当然好的他一定承担 但是如果当你有生气啊 或者有不好的这个状态的时候 低潮期啊 他也承担 对他就是陪伴我这样子 就陪伴你 你最感动的是 他曾经在什么时刻 对你说一些 或做一些什么举动 你觉得太感动了吧 其实我是那种 吵架我会蛮 就是我吵架 我的情绪上来的时候 是大家没有看过的 曾沛茨的样子 我知道就是说 你是认真吵架的 对我很像黑道 对 讲话很大声那种 然后有一次就是 也是大概吵到一个阶段 然后我们想要把 就是要和好嘛 总要和好 然后他就握着我的手 即使我前面可能还在凶他 在凶他 在骂他 但是他就先握住你的手 然后他就说 就是我们还是要一起走下去的啊 即使我们再怎么吵 就是我们还要一起到很老很老的时候 然后我就抱哭 就觉得 哇 就是因为他其实 他 他其实 他就是那种 中文很烂的人 可是他在当下说的那个真心话 你是知道他是认真 他不是为了要 哄你或什么 哇这很感动耶 太我太感动了 然后 就是你已经抓狂到那样的程度 他居然还可以握着你说 就算我们现在怎么吵 我们还是要走下去的 然后我就乖了两个月都不跟他吵架 有用啦 大家可以学起来 记得要诚恳 这没有 人家是真实的 才不是假诚恳 他是真的已经预想到 我们是要走到永远的 然后我当下真的会觉得说 天哪 我还在那边计较这些小东西的时候 其实他 他已经跳过了 在乎的是更大的事情 对 没有他已经跳过了 对 这个坎他已经跳过了 他没有情绪了 对 他看到的是后面的 对 然后他更选择去讲出 让我会安心的话 我觉得蛮难的耶 其实 他也是人 他也有他的情绪啊 那 那你觉得为什么他会这样 是因为他 够爱你 所以他才可以 不去计较 或者去 就是不去在乎 可能是他也 找不到第二个这么耀眼 这么和谐的人吧 就是我常 我也是会问他说 哎 你怎么会 觉得就是我啊 就我也会问这种很少女的问题 对 他就说 没有没有 其实这个不少女 哦真的吗 这个是会反复在心里 就是为什么你选我 其实很重要对不对 对 这很重要 这个超级重要的 这个不少女 结果他回答什么 他一开始 他有分阶段 他一开始就是 这个表达的表达 真的都是 戳不到点了 他一开始就说 因为你就是你啊 虽然这种话听起来很 很 就是也是蛮开心 也很OK的啦 也很OK的 但他事后就是可以讲出一些理由 他可能会说 嗯 他觉得跟我在一起 非常的舒服 然后他觉得我很有趣 他觉得既然他选择了 他就是会 就是为关系 一直 嗯 就是 就是要走到尽头了 这样子 嗯 就我觉得他真的 嗯 我要怎么讲呢 他可能也遇 从来就没有遇过 这样的一个女生 就是 我觉得他内心 一定是一个 除了有爱 还要大方 也很慷慨 对你 哦 对他 他对我是 大方又慷慨的 真的 就是说他毫无保留 没关系 就算他吃亏了 或者是 因为你知道情感 有时候 很难过关的是 两个人都不愿意 再去慷慨 嗯 你同不同意 同意同意同意 就是这样啊 你本来以前啊 就是没有那么爱的时候 还是谈恋爱 或什么那种 结果 就那时候那么慷慨 啊什么没关系 都没关系 可是婚后啊 或久了之后呢 哎呀 计较了 哦 真的哦 对啊 但是他没有啊 他好像反而 婚后更 更慷慨 他好像是这样子 哦 那 那这么刚好 只好放这首歌 给他听吧 对 放这首慷慨 给他听 这是曾佩慈的新歌 取名就叫做 慷慨 你喜欢曾佩慈吗 我非常喜欢 那你喜欢的原因 是因为他的个性 个性 还是他的歌声 还是他整个人呢 包括他的想法 不愿望 不愿望 发生雨 偶然只欲想想 聪明到在你面前 犯傻 坏习惯没改 我想给就给 你身旁 也不发比我好的喧响 听清歌 唱的祝福代价 人不够自私 要怎么 敢奢望 多想变成最慷慨的人 就连告别我都不吝啬 不知有某种身份 消耗着 情有的自尊 虽然是你最依赖的人 清清淘 我不得不转身 打放到 让他给 你想要的 你唱得很好耶 真的 你唱得很好耶 我也觉得 对啊 就是这种好是 就是一起一会 可能真的只会 这样子的表达 这是你认为最好的一次吗 最自然的一次 我觉得 专辑里的版本绝对是 就是 其实跳脱那个时空之后 如果我要刻意再把自己 拉回看看这首歌 要表达的东西 其实基本上 可能不能有观众 做不到 不然绝对会分心 对 若真有一万种 不回头的方法 请让我一个一个 试着 弄巧承受 也和你有关联 你看多关注 专注 我难过 还不至于悲伤 最富有 是在一无所有 寻找你不失业回顾的目光 多想变成最慷慨的人 就连高疲我都不吝啬 不知有某种身份 消耗着 仅有的自尊 虽然是你最依赖的人 轻轻的我不得不转身 他放到 他放到让他给你想要的 就像曾佩茨说的这个状态 为何变成最贪婪的人 痛贪不得却上天提成 遗憾之所以遗憾是见证 我曾经经历了 既然是你最牵挂的人 总是一别何苦想深深 有眼泪 有心酸 那个呼吸 都算我的 很感动耶 我真的喜欢是我很开心 自己能够这么 没有这个状态 真的叫像你讲的 一起一会 这是唯一独特的就是这一次 对 你要想模仿这样的技巧 一定是可以 但是我觉得 如果是现场要表演 唱给大家听的话 我可能就要再 再找出另外一种是 跟大家分享的唱法 像这么专注 这么集中的 我觉得也只有在录音室里面 真的就要不然就 就就这个 就油掉了啊 就油掉了 没那么专注对 对啊 真的就是啊 来吧 我跟维里安一起写的 一首很特别的歌 特别耀眼 特别和谐 特别和谐 在门人的街 我们才就昨天 所以放在门口的鞋 我都白天的海 就远 交远 交远 时间 想要跟你一起的 对啊 其实可以耶 对啊 我下次可以 就这样跟大家说 请大家 台下大家帮我一起弹 有人弹 有人弹没有声音 有点点坚持原则的付贴 难道女士能双手放在你的腰权 今天阳光就是特别耀眼 特别和谐 今天阳光就是特别耀眼 在你眼中看到了夏天 在你眼中看到了夏天 在拥抱你身上的气味 最刚好就在你的身边 在笑声中交不到结尾 这就是今天的阳光 那是你那是一机会 提醒了我们 今天阳光就是特别耀眼 特别和谐 今天阳光就是特别耀眼 特别和谐 在你眼中看到了夏天 在你的眼中看到夏天 在拥抱你身上的气味 我想拥抱你身上气味 最刚好就在你的身边 我刚好在你的身边 在笑声中交不到结尾 嗯 你有没有发现你跟韦里安 也在一种最舒服的状态之下 一起写歌 对对对对 那天那天的状况 真的是非常的chill 对 其实李安本来就是一个 这么随性有趣的人 然后在她的录音室 我跟她还有曾静文 我们三个就约了那天下午 要不要一起写些什么这样子 对 聊了三个小时吧 都没有人写 然后聊得太开心 对 大概是最后一个小时 我们就是一起 刻意的 那就是 让自己进入工作的思维里面 对 但是画的时间真的不多 嗯 就是那样子的氛围 然后还有 呃 李安的 她就是很有意气耶 基本上 嗯 你需要什么帮助她 好像也都 哦 OK啊 她就真的是回答我都是OK啊 可以啊 她就这样子 就这首歌就完成了 今天阳光就是特别耀眼 特别和谐 这里是飞碟夜光家族 我是光宇 专访曾佩茨 来我们的直播继续 变成线上 来 OK 换成线上 线上还是可以看得到 对 只是广播没有 来来来来 你要不要跟大家分享 介绍你这张专辑 这张专辑 今天 今天阳光就是特别耀眼 特别和谐 已经在8月12号正式发行 对 然后呢 昨天吗 前天吗 那个第二组打歌 今天阳光就是特别耀眼 特别和谐的MV 已经上线了 大家可以去点来看 就是一个很舒服 很适合这个夏天聆听的一个视听感受 这次会有几首MV 我知道的是 呃我们已经拍完的是 总共三首 然后接下来如果后面还会有的话 可能也会参考大家的 大家的意见 喜好 那已经的三首是哪三首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第一个是慷慨 然后第二首是 今天阳光就是特别耀眼 特别和谐 第三首我不知道公司让不让我讲 但是 保密 几个字 字数不少 自己猜了吧 很好猜吧 很好猜吧 剩下的 剩下字数不少 也跟现在的那个排行榜 大家 因为专辑都出来了嘛 然后十首歌分别上榜这样 也跟上榜的名次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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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但是後面還會繼續拍啦 大家要參考大家的意見啦 很大機率可能會拍 所以你的這個粉絲們呢 應該也都有給你就是 回饋意見嗎 十二號到現在已經都有了 你看 他們最有可能的是怎麼樣 大家的 他們你說哥嗎 對啊 現在大概 除了那個慷慨跟陽光 再來就是好像是 我只在意你的一切 對 還有我想對你好 對 還有下凡 哦 對 OK 我需要一些孤獨沒有 因為那個可能之前搭劇已經 大家已經有 大家已經有了嘛 已經聽一陣子了 對 已經一陣子了 然後 I will find you 哦也有 然後Long Long Wait 欸我意外Long Long Wait 大家 竟然還還蠻喜歡的 對啊 我本來很蠻覺得 啊這首歌我就寫給自己聽的 就沒想到大家其實蠻喜歡的 對啊 我意外 因為他比較沉一點 溫溫未寫的是我 對 呃這一路的經歷 是 嗯 來各位 這張專輯已經正式發行了 在8月12號 對 曾貝慈的最新專輯就叫做 今天陽光就是特別耀眼 特別和諧 特別和諧 這雖然是主題曲 就這感覺就是 專輯的這個名稱呢 搭了這首歌這樣子 這個也代表了你 我們講一講都忘了 這個我們廣播已經回來了 哦真的啊 對啊 我們現在廣播 嗨 嗨 啊吃肉嗎 我等一下還會去吃哦 你等一下 就因為工作嘛對不對 你不能先吃 不能先吃 對 就唱歌前有的人像阿妹他是說 他如果沒有先客個便當 會沒力耶 唱歌他會沒力 那你呢 我也是要吃一點 就是 有時候歌手也是蠻可憐 你要吃 可是你又不能吃太飽 又不能吃太飽 又怕瘡氣又怕卡彈 對 可是你不吃又沒有力氣 對 然後就是有時候還會打嗝 唱到一半 然後你突然下一句 那 不過你都怎麼那麼懂啊 就是這樣啊 我講話也是這樣啊 我還要 因為真的在講到氣氛出來 然後還蠻感性的 可是你明明知道那個 那個哮氣要出來了 你怕會就 突然有一個那個哮氣的聲音 哦 那真的會 對那個要忍耶 對啊 那個就要 你要控制住 大家如果有時候看我們在台上 頭脫往旁邊一撇 你就知道我們是在 親喉嚨啦 我們在處理一些音效 或者卡彈啦 或者說正好要隔氣啊 不要有那樣 噗嚨 對啊 那個收音太清楚了 而且那個會破壞 會突然斷了那個聽歌的情緒 整個慷慨都歪掉了 對 你怕不怕 因為你現在這張專輯的呈現 我自己在看的時候 這是這時刻最棒的 這個曾沛茨了 在你的這張錄音室專輯 這已經是你最棒了 那如果你現場演唱的時候 你會有壓力嗎 一開始有 一開始跑宣傳的時候就覺得 完蛋了 我要怎麼唱得跟專輯一樣好 對 然後 可是就是一次有一次 好像隨著 對 這些宣傳的通告 一次有一次讓我跟歌曲其實更靠近 然後我也會找到一些其實現場演唱的方式 跟口氣 那反而是一種新的樣貌 那這個提醒也是葛大給我的 就我就是跟他說 我好焦慮喔 我覺得慷慨現場最難唱 史上最難唱就是他 對就是慷慨 他是說 你不用 你不用執著於一定要唱出錄音室的版本 你反而可以發展出一個 新的版本 嗯 對不對 在那個狀態之下 我就通了 嗯 沒有錯 這也是很多人愛的歌 對 其實我蠻意外的 沒有 這很容易可以理解啊 因為他就是告白歌 然後溫暖溫暖的 我們到過的情況時刻 才重要對著生命煩惱 什麼 才是好 我還不知道 可能 要更好 才勉強更好 一首笑品 深入人心 因為他唱出很多人 真實的感受 不論你還是想起冷貌 請讓我分開你的疑惑 怎麼會不好 你可曾知道 只是想更好 最好跟你說 說什麼呢 多喜歡你來打擾 我的生活都為你完整 從來不曾如此渴望去愛 多希望你感覺到 我的心真的向你奔跑 多麼默契 我對愛無所求 我只想對你好 歡迎你隨時來打擾 無論你 無論你何時想起了我 請讓我分開你的疑惑 請讓我分開你的疑惑 如果生活都為你完整 從來不曾如此渴望 我的生活因為你完整 我從未如此渴望去愛 希望你感覺到 真的向你奔跑 落落過街盼著你的回答 我只想對你好 多喜歡你來打擾 好啊 好啊 爱不到的人 我最爱的朋友 我没有任何所求 我只想要对你好 只想对你说 我想对你好 我想对你好 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全心全意 对啊 你说这首歌 它投射 是不是可以很多面向 超级多耶 家人 朋友 情人 另一半 宠物 你不要这样刺猬看我嘛 对啊 我就是只想对你好 就是一个很单纯 很全然的心 所以我觉得 它会跳出来 也是很多人就 这首歌我好像可以投射到 跟谁的关系 跟谁的关系 对不对 好像还有粉丝 是吗 跟我留言说 这首歌几乎可以拿来 就是结婚的时候也可以用 对啊 求婚的时候也可以用 也可以用啊 我在唱的时候 我真的没有想过 没有想到对不对 我唱的时候想的是 我自己借歌 然后想要唱给我那时候 一个非常非常好的 女生的好友 但是她就是癌症 OK 然后就是 借由歌曲来表达 其实我心里面很多想说的话 因为反而有时候 跟你越近的人 你越不知道怎么安慰她 嗯 没错 嗯 这首歌 蔡静雅老师 是 曲名就叫做 I will find you 好喜欢这个氛围 你害怕什么 不过是孤独 别盯着别人一幕 当对方关注 那又怎样 maybe要打尽小怪 去吧 去吧 I will find you 这大概是 蔡静雅 得了最多金曲奖 最佳国语女歌手奖之后 她合作的第一首歌吧 好像是 对耶 I'm so lucky 对啊 So lucky you 真的 就迈开脚步 找你该找的答案 错了也无法 这才想要 去体会每个当下 包括遗憾 I'll read my dream 天啊 怎么那么好听啊 怎么会这么舒服的这张专辑啊 真的 这好像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耶 对 这张专辑 我自己真的是 私心觉得 说它是我的代表作也不为过 到目前为止 你最满意最代表的一张作品 然后我自己参与的也最多 自己都觉得这 加上我的人生经历 开始说这张专辑 好像是一个里程碑一样 而且就在你的人生也经过很大的这个 转换到了一个幸福国度 然后就这张专辑给你一种幸福感 对不对 对 然后 就是有人会问我说 像呃 词曲是Tanya写的嘛 对 然后也会有人问我说 诶 那你对金曲有期待吗 嗯 我说当然不会没有啊 可是如果真的也没有 就是没有入围或怎么样的 我也 就这张专辑来说 我也觉得 我真的没有遗憾 因为我想做的事情 想说的 都已经完成了 对 然后用唱歌的方式 都放在这张专辑里面了 这个你知道 金曲讲有时候 它有一种格式 不知道为什么 你不觉得吗 就金曲讲有时候 它某一种格式 某一种形式 它会是被偏好的 而且就是 就是 这种 这种过程 就是它又没有办法 点名的 就是说 哦 你们就是因为这些状况 所以这些才比较容易入围 这些才比较容易得奖 这又没有办法去明说出来的 哦 但是你可以体会 哦 就是 有些人说 嗯 好吧 我就是不受金曲青睐吧 哦 就有些人可能会真正感受到的 对啊 我就是无缘啊 哦 真的吗 对 但是我觉得你这张 很有机会 呃 非常有机会 乖哥没事 真的吗 没事 你不要哭 你先不要 哈哈哈 这如果入围了 我要 我还要 我就要来上夜光家族 第一个通告 那当然 如果入围的话 当然 就一定要 一定要 气功 任何入围都要 都要来 好 其实我们随时就欢迎你来上夜光家族了 好 对 因为这妹子呢 是一个个性又可爱 其实你是一种聪明跟 跟傻气的综合体 就一个女生 就你 其实你是聪明的 嗯 但你又有傻气的 嗯 然后你 你在这个 我平常也会扶老太太过马路 你干嘛 你还要说自己日行一善 是不是 我很善良 你是邪恶的 但是你也是蛮善良的 是这样的吗 还可以做这个对比吗 对对对对 是不是 那很有趣的 曾沛子啊 这个灵魂很有趣 谢谢 歌声很有趣 真的蛮玄妙的 从她今天一开始说的 婚姻之后 她更玄妙了 是不是 是不是 我觉得这张宣传 真的好 放好松哦 真的 我从来以前真的 其实我算很好聊 我知道 你非常好聊 你已经很好聊 但是这次 更无边无际了 我真的觉得 这次上很多通告 然后明明 以前也都上过 可是这次 真的有一种 我跟你们的距离 好像更近 没有 那是因为 你现在的眼界 就一个一个更开了 就 我没有什么好 好在限制了 对 你就更开了 我期许自己像张专辑的一个 就是你活得更轻松自在 对 但也是因为身边的很多爱啊 对 没错 没错 你讲对了 那是因为你身边有很多爱 所以你有这种信任感 对 来 我们直播先 就还会继续 音乐全直达 来来来来 我们这个广播结束 但是直播还是先继续 我们做一个 Ending好了 好 来 你期望 这次专辑 大家会给你什么样的 就是 回馈啦 或一些做法啦 甚至是 你希望 可以听到 一些什么 大家的想法 其实啊 这次的专辑 我从 要发行前的忐忑 对 到发行之后的踏实 对 真的觉得 我觉得人生 不管到哪个岁数 好像都在 不断的 我觉得探索的过程 似乎不会结束 可是也因为 这张专辑 正式发行之后 我内心的那个踏实 所谓的踏实就是 那我全部都给你们听了嘛 那我就 没什么好怕的 对 对 然后 其实 蛮特别的一个 自己的感想是 即使这张专辑 有人觉得 还好啊 歌以前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 哦 我有看到有人留言说 我比较喜欢以前的歌 就是一定也会有这种声音 那我会觉得 也无所谓 因为 其实就像我们刚刚讲的 不管 喜欢 不喜欢 不管入围 不入围 不管 走的 不管高或低 就是 那些 比较功利的 衡量标准 我 我觉得 我期许自己 随着这张专辑 我也能活出一个 因为身边的爱 因为这一路走来的不容易 而获得的成长 嗯 更 相信自己 然后更 轻松自在 嗯 你说的非常好 就是说 其实 每个人当然也有自己的感觉啦 自由 因为 比如说他停留在以前那样的 曾沛词 你也可以啊 那当然也很好听啊 非常好 可是你知道吗 就是 我为什么就看到这张全新的曾沛词 我觉得这个状态非常好 是因为 我follow了你 我已经到了你现在的状态 我用你的思考角度 然后用你现在所感受的 去看你现在所做的这个事情 我觉得喜欢曾沛词的人 也应该要有这种想法 就是说 你要follow他 现在这个状态的曾沛词 他 他的内心想什么 他情感在探索什么 我们要有这种心态 你不能就是一直停留在过去 虽然你可以选择 就你要停留在过去也可以 可是 最好的就是 follow 就是继续跟着 然后 我们才可以 有一些 美好的状态 新的状态 才可以 才可以被激发嘛 对 要不然就是永远都只有警报过去 对不对 然后刚刚 这个曾沛词讲 对了 就是说 你 你觉得 因为你现在已经探索了 把你所探索的最近的爱的探索 我都呈现给大家啦 你说对了 一张专辑就是一个歌手探索他生命 就最好的一个礼物 对 你再呈现给大家 对不对 最好的是如果大家听到 你因为慷慨而哭 因为今天阳光就是特别耀眼 特别和谐而微笑 我就觉得很满足了 因为我想对你好而受到安慰 我会觉得这张专辑的怎么讲呢 我很喜欢大家其实跟我分享说 他因为听了一首歌而获得了什么 太好了 曾沛词说了 他希望现在你听到了什么样的歌 然后在你心中你的回馈 还有那个感受是什么 这个很重要 对不对 因为这个就做完一张专辑 就一个作品之后 你最希望听到的感受到的真切的声音 对不对 告诉我 对 然后去关注我的社群平台 还有关注夜光家族 好的 那你的社群平台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 呃 你想得到的我都有 但是都不一定每个都有经营 就是蓝勾勾的那个就是我 哈哈哈哈 有蓝勾勾的那个就对了 最近资讯量真的好大哦 会忘记我有这个 然后忘记去更新 你还忘记了 然后忘记更新这样 有一些我会忘记 真的吗 所以我刚刚讲嘛 你不要看似聪明 但其实是很迷糊 对不对 对 好啦 如果你想要获得更多 比较官方的资讯 你可以去亚神音乐 他们都会 亚神音乐 对各个活动的时间地点这样 对 好那大家期待 就是看你有没有什么活动 有没有 哦 有 有没有最近有什么活动 要赶快告诉大家 好像会去一些 就是音乐节什么的唱歌这样 哦 名称我现在有点想不起来 反正就发了最新你的讯息 然后最近会有看不完的我节目啊 频道啊什么的 请大家就是不令 不令 点开 好不好 好 不令 点开去看 对不对 然后不令呢 就是给你回馈 对 对不对 好的 泽妹子呢 最新专辑 今天阳光就是特别耀眼 特别和谐 这张 他说就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专辑呢 却是他爱的总和 在这一段期间探索爱的总和 我们说恭喜你就是婚姻幸福 然后生活现在非常的轻松自在精彩之外呢 也要恭喜你这张作品的完成 正好帮你说说话 对 就是 这是作品可以代言你此刻的想法跟心境 对不对 对 好的 谢谢曾贝茨 啊如果你要办什么活动啦 或演唱会啦 或什么 嗯 后续应该会再 再 再告诉大家更多资讯 对不对 今年有没有可能办演唱会 我觉得机会很大 真的吗 对 对对对对 我看我看好像已经胸有成竹了 先把钱存起来哦 只是先 先把时间留下来哦 对 啊今年前应该会啦应该会 哈 对 你说今年什么 今年之前不会超过2022 不会 不会超过2022 反正今年之前一定会的对不对 对 大不了我线上直播唱歌啊 对不对 也是啊 对啊 现在线上唱歌也是一个平台啊 最棒的 如果疫情又突然怎么样对 对 没错没错 努力完成这个尽量半成演唱会 好了他自己已经说了 今年无论如何绝对不会超过明年 今年一定会有演唱会 应该是啦 但是我们还是以公司公布的资讯为主 公告为准对不对 对我现在就这样嘴巴 对但是大家还是期望是那个 是真实的演唱会 就是面对面的啦 然后当然线上是如果真的 如果不行 就线上也一定会有就对了 希望可以尽量尽量用任何形式 但是最希望当然就是实际的实体的演唱会啦 真的 那如果真的又不小心有什么 有什么问题状况 反正我们一定会尽全力的去 去我自己都会尽全力去 希望也满足我的歌迷的 这么久没有听到我唱歌的愿望这样 对没错 好谢谢曾沛茨 谢谢大家 好下次很快再见咯 好谢谢乖哥 OK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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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